今天这个视频呢,讲在罗杉矶买房子的干货,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比如说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里面有很多楼盘 有的楼盘呢,你必须去抢,必须去排队才能拿得到 而有的楼盘呢,很长时间都没有人买 这个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定价,一个原因是户型地块等其他的原因 这一期呢,咱们主要是讲定价,怎么样去判断你买的房子到底值不值 我是在罗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里呢,讲一种我最常用的方法,叫锚点系数法 也就是说呢,当你在这个大社区里,找卖的最好的那个楼盘 然后呢,以它为锚点,计算出这个房子的单价 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用的不是同类对比 因为同类型的房子在同一个社区,各个开发商的价格其实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更常用到的是跨类去对比 比如说相同面积的两层或者是三层,它们之间的差价应该是多少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两层的单价去乘以一个系数 来得出三层的这个房子的单价应该是多少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三层的通常是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一楼有客厅,有厨房 二楼是卧室,三楼呢,通常是多了一个天台或者是活动室 像这种是最好的一种三层,它的这个单价呢,通常是这个相同面积两层的单价的 百分之九十左右 低的呢,可以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第二种三层的呢,就是一楼是车库,客厅在二楼 然后卧室是在三楼,这种是最省占地的一种三层 那这个时候的系数呢,通常是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也就是说是两层的单价的百分之七十五 甚至低的呢,可以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比如说呢,我这个两层的是一百万 那么呢,可能这种一楼是车库,二楼是客厅的这种三层 它就是七十万,甚至是七十五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我们看开发商定价 或者我们要去跟开发商砍价的时候 到底多少才买的划算呢 这个我到时候都会帮大家去计算 买房子的时候应该计算它的实际价格是多少 而不是说这个房子你去砍价砍的越多越好 或者是越划算 因为呢,比如说吧,一个只值一百万的房子 然后开发商的标价一百三十万 这个时候呢,你砍到一百一十万 你会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实际上呢,开发商也会在偷着笑 为什么呢,因为它比实际的价格还是多赚了你十万 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开发商的配置 有的开发商呢,它里面是全包了各种升级和装修的 可能它的价值呢,就值十万,十几万 但是有的开发商是不包的 比如说这样不包的开发商呢 他说我送你六万块钱的装修 实际上你还是亏掉了 再比如说有的那种高端定制的开发商 它动辄升级就要三十万五十万 它样板间是做的漂亮 但是你想升级到样板间那样的话 你可能就要花三十五十万 那它单价即使定的低 反而你买了这个房子仍然是不划算 所以呢,这个买房子要想买的划算 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 它是需要你做一些功课的 或者是有专业的人士能来帮你把关的 上面呢,就是简单一聊 同地段不同类型的房子的一个对比 那么跨地段怎么去对比 不同开发商之间的特点怎么去对比 这些呢,等有机会慢慢的再跟大家聊 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